大家早 刘兆玄院长 展现忍辱负重的精神 先救灾后总辞 这种负责态度 他下台之后 我们看到新的隔魁上来 带领的团队 要以行动内阁 效率内阁 这样子为人民打拼 但是仍然得不到反对党的掌声 一个香港型 可以闹了将近三四天 可能未来还会继续闹下去 说不定等一下的 被寻的时候 吴内阁必须要接受 民进党一而再再而三的 请教或是谩骂 或是抹黑 去香港吃了什么饭 见了什么人 做了什么事 那我要试问 城局市长到北京的时候 回来有没有人说 他去见了谁 吃了什么饭 那到底他在那边 有没有出卖高雄市 有没有出卖台湾省 有没有出卖民进党 彼此尊重嘛 我看看这一个行政院的施政报告 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 如果真正是一个负责任的监督担励 应该是要就在内容 拿出你的看法 拿出你的经验 甚至在买卖 我相信整个行政团队都可以接受 刚刚我又听到有一位委员说 马英九总统说谎 他说1999年马英九当任市长的时候到香港去去拜访了土木拓展署 他说土木拓展署是2004年才成立的 没有错 土木拓展署是土木工程拓展署是2004年成立 但是土木工程署是在早早就成立了 在2004年把土木工程署跟拓展署合并为土木工程拓展署 拜托 如果要爆料 如果要批评的时候 资料超清楚 你也要查资料 我也要查资料 我刚刚一听不对 这个根据我所了解 绝对当中有误 所以我特别提出澄清 我再说一次 1999年马英九总统去拜访的是土木工程署 而2004年香港把土木工程署跟拓展署合并为土木工程拓展署 我要拜托民进党 如果要批评人进行 对他资料先查清楚 对他不能漫骂抹黑 你今天乱枪打马 你现在躲打下来对人民有利吗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台湾最重要就是 所有人的生亡 既然是要告人人的生亡 这个时候是要 团结合作 大家共同上下其心 应该赶快来救灾嘛 金融风暴的事情 H1N1的事情 太多的事 有待内阁去做 请大家相入认奏 谢谢